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設定格式 首先剛剛提到有關日期的格式 這要怎麼做?把它還原掉 假設我們要做出這樣的效果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要把整個範圍 範圍裡面的儲存格一個一個的讀出來 跟各位講一下這個範圍裡面的每一個儲存格 一個一個要讀取的話 首先第一件事 如果我今天要寫兩個按鈕 我前面講過 如果你兩個按鈕對應到VBA 這個按鈕對應到的就是一個SUB 兩個就是兩個SUB 一樣就寫在哪裡? 寫在Visual Basic 點開之後一樣插入一個模組 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因為我這邊已經有一個模組 然後寫兩個SUB 這個是已經寫好 一個SUB在這裡 叫做格式化日期 一個SUB叫還原格式 大概是兩支程式 首先的話我們怎麼 我先完成第一個 假設我今天要寫這個格式化日期 我又重來好了 給第一個 那我當然就打一個什麼 SUB 格式化日期 打一個ENTER OK第一件事就完成了 第二個的話 按個TAB鍵 那我剛剛講過 這個程式的話 該如何撰寫 首先的話 我們第一個就是 先告訴他說 你這個資料在哪個範圍 那我就跟他講說 那將來呢 特別注意 我們前面教各位的是 從第二列 Ctrl向下 到第32列 所以呢 你可以寫什麼 如果列的部分呢 是 4i OK 所以你就打一個4i 4 空一個i 等於第二列 2到 空一個32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那意思是說 跟他講說 你幫我從第二列 一直讀到32列 但是問題來了 現在不是說 只有一欄 他是有總共第一 1月到12月 所以 特別特別注意 以後如果說 你有橫 就是 向右橫向的話 那這個地方 可能要多學一個叫 J OK 空一個 你就打一個TAB 在這邊打一個TAB 然後打一個 4J OK 一般習慣 我自己的個人習慣 是拿那個 J當成是 哪一欄 那哪一欄的話 你不能用 你不能用那個文字 A到L 你一定要用數字 所以必須把它轉成 就是 數字第一欄到 第十二欄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告訴你 我的範圍就是從 這個 第二列到第三十二列 然後第一欄到 第十二欄 那他會怎麼做呢 他會就是 先執行裡面的追 第一欄 裡面的第二欄 就是先找到這一個 然後呢 再去找到第二欄 第二欄 所以特別是 他會先 這個叫內回圈 他會把這個內回圈 1到12 通通跑完 就是 A2 B2 C2 D 意思類推到L2 然後 再來 NAS 之後的話呢 就 下一個 那下一列的意思 下一列 然後變成 本來是第二列的意思 那就變第三列 同樣的追 一樣 1到12 所以他會 這個先把第二列 跑完 再把第三列 跑完 一之類推 也就全部通通 把這個範圍裡面 全部跑完 那 跑 過程當中 我需要做什麼 就是把裡面的資料 讀出來 做判斷 判斷什麼呢 他 裡面的資料 是不是 禮拜 六 好了 假設禮拜六 那 是不是禮拜六的話 所以我範圍先給他了 再來的話就是 我的邏輯判斷怎麼下 所以 裡面的話 一般是一幅 一幅什麼呢 裡面的是 裡面那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 那怎麼去 稱呼這個儲存格 一般的習慣是 打一個Sales 儲存格 前面講 錢瓜阿虎 哪一列 特別注意喔 I列 I列 前面是列 豆點 哪一籃呢 第追 其實如果你要把資料 一個一個讀出來的話 那就是Sales 瓜虎 I列 的追覽 大概這樣的習慣寫法 那如果你要做判斷的話 是不是禮拜六的話 那我們可以在這個儲存格外面 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weekday就可以 因為VBA 當然你這個VBA 點 不打也沒關係啦 你直接打weekday也可以 那你就打一個 只是說 那個VBA點他會提示 這邊有weekday 那意思就是說呢 我可以調用那個VBA裡面的這個函數 然後呢把這個資料呢 帶到這邊來 讓他判斷一下 他是 禮拜 幾 那如果 我前面講過 weekday 那這個邏輯跟 在eSales是一樣的 也就是如果 他假設回來的結果是0的話 那就禮拜天 那因為假設我要禮拜六的話 那 我這邊的話 記得喔 禮拜六嘛 最後一天嘛 那就等於多少 嗯 等於 更正一下 應該是第一天的話 就是說呢 禮拜天 就1 那如果 是等於多少 禮拜六的話 特別重要 是最後一個 是等於7 也就是一個禮拜的最後一天 那空一個 then 然後 enter兩下 再打一個endf ok 那這個 邏輯判斷的意思是說 如果 我們其實基本上就是要抓這個邏輯 ok 也就是說只有這個邏輯 我才要去處理 那如果 不是這個邏輯的話 那我什麼事都不會發生 就是會直接跳過去了 所以意思是說 禮拜一到禮拜五 跟禮拜天 他都不會做任何處理 只有禮拜六會處理 那禮拜六要處理什麼 把我們的底色 這個底色什麼呢 就是字的顏色 所以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 字的顏色 那字的顏色實際上就是 這個儲存格 的 字的顏色 把它改成 深綠色 那問題是深綠色怎麼做 前面好像有講過 那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把 把這個儲存格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 Sales 刮斧 ID的C欄 我喜歡把它複製 點 字的顏色 就 font 點 color 但是如果你假設 你希望他提示 你可以先把刮鬍拿掉 點一下這邊你會出現 font 點color 這樣子 但是你要記得 最後這個刮鬍 記得要把它擺回去 這個刮鬍 記得要 這個刮鬍 要把它擺 擺到Sales 這個一定要加 你可以在寫程式的時候先不加 好處就是他會提示 好 那 字的顏色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深綠色 那底色改成淺綠色 那我講過了 綠色的話就RGB 刮鬍 3條色盤 那我怎麼知道深綠色應該是 給什麼樣的數字 特別是 如果你打0 豆點255 豆點0 的話 那這個顏色是指的是 綠色 因為有綠色但是沒有 紅色跟藍色 那問題我要深綠色啊 深綠色 我前面好像講過了 你可以用一個方法 常用裡面 有個調色盤 油漆桶 你可以用其他色彩 那假如說你要深綠色的話 比如說我這邊深綠 那深綠的話 你可以點一下一個深綠的顏色 這個也可以啦 這個也可以 這個也可以 點完之後的話 再點自訂 他會告訴你說 如果你要深綠色的話 那就是0 51 0 當然51不好記 我現在50好了 這個是深綠 那如果淺綠的話 怎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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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淺綠很簡單 一個箭頭往上拉 就是淺綠 那淺綠的話呢 大概顏色就是 把 綠色變成全部 把那個紅色跟藍色 調到大概 105 或者剛才100算了 所以喔 如果假設 我們希望 這樣個顏色的話 那不就OK了 其他一樣啦 如果你要其他顏色 你也可以 先在這邊找 切過來這邊就有 OK 所以呢我們就按照這樣邏輯 所以喔 深綠是50 上面下面是0 那淺綠的話呢 就是這個是255 那這個上下 都是100 好 那我把剛剛這個邏輯 寫在那個程式裡面 就OK了 就是 這邊把它改成50 好 這樣的話 底色的話 底色還記得吧 這個滿足 底色的話就是 sales 點intereal color 所以你可以 假設你這個intereal 背不起來 你可以先sales 點intereal 這個 那記得 瓜糊部分的話 把它再補一下 記得這個一定要 或者等一下補 點什麼 一樣點color 底色嘛 等於什麼呢 顏色就是想到這個RGB 那剛剛的淺綠就是100 豆點255 豆點100 好這樣子 那記得瓜糊一定要補一下 OK 那基本上的話 我們就大概完成這個 禮拜六的判斷 那現在其實是可以執行一下 只是說現在如果執行的話 會發生一個問題 它這邊會OK 但是呢 跑到哪裡呢 跑到這個程式的部分 它會出現一個錯誤 OK 那你想說 老師那為什麼出錯呢 以後的話 假設你程式出錯 你 我慢慢要習慣 你要把那個 可能的錯誤找出來 然後你就自己修改 因為這個也是出錯的一種 算能力吧 因為寫程式不可能沒有錯誤 但是如果出錯怎麼辦 沒關係 教各位 以後如果你遇到問題的話 按正錯 它會跳到 這一行錯 但是怎麼知道有錯 你不要說 急著要馬上把它停下來 或停止程式 或怎麼樣 我是教各位 你可以把油標放在這個上面 去檢查一下 這一行到底哪裡有錯 那各位可以發現 要不呢 你可以看到 這個Sales裡面 它有個訊息 油標放上去 它說這個儲存格裡面是空的 空的 為什麼是空的 再來的話 我們可以把油標放在I上面 它會告訴我說 31 31 我前面講過 I的話是列 然後藍的話是J 所以是第二藍 意思就是說呢 B31 有錯誤 為什麼錯 我們來看一下 B31是什麼 B31 原來 怎麼會有問題呢 因為裡面是空的 那我剛剛有提到 如果裡面假設是空的話 你如果把資料丟給weekday來判斷 那 很抱歉 它會出錯 為什麼 因為weekday 你如果要丟一個資料給它 那一定要是一個日期 如果你丟一個空的給它 那它會出錯 那為了避免說這個錯誤發生的話 其實有個辦法 就是呢 我們可以在這個if的外面 再包一個if 什麼if 意思就是說 我可以在這個錯誤的這一行上面 再enter一下 那打一個什麼程式呢 如果 如果呢 假設儲存格裡面 如果裡面沒有放資料的話 那我就跳過 那怎麼寫 如果裡面沒有資料 就跳過 if 如果這個裡面 所以這個儲存格 儲存格裡面 假如是 這個什麼呢 如果這個儲存格裡面 這個儲存格裡面 假如是空的話 就等於空的啦 那 然後才去做底下的事情 這樣 可是問題 我們剛好邏輯顛倒 我們是什麼 我們是不希望它等於空的 所以是不等於 如果呢 它不是空的 你才去做底下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要做底下的事情 OK 記得啦 如果這個這個事情裡面 記得在頭尾的地方 再加個enderif 有if 就end if 一般習慣就是說 如果 裡面的這個if 習慣按個tape 讓它下一階 意思說 如果當什麼情況下 你才能夠做 這個判斷禮拜六的這個動作 就是當裡面 不是空的 就是一定要有資料 或者是一定要有日期資料 當然比較嚴格 甚至你可以在這邊判斷 is day 是不是日期 才去做下面的事情 好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可以把程式停下來 重跑 應該就OK了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如果你不希望重跑的話 ZVV有個技巧 就是 你可以把程式倒車 怎麼樣倒車呢 這個 黃色的箭頭 你可以按住不要放 讓它往上 那往上是什麼意思呢 它就會先去 跑上一行 跑跑看 因為我習慣 如果遇到錯 我先除錯 那除錯的話 一般就不是說 在按執行 我習慣是按F8 為什麼按F8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個主行 就意思說 不要讓程式一下就跑 跑完了 跑完就看不到細節 所以按F8 它就怎麼樣 跳過去了 因為呢 這個邏輯 它為FALSE FALSE就不進去 因為它 裡面的資料 就是 是空的 所以呢 它就跳過底下的這個敘述 OK 然後再 你可以按 再按F8 不過其實如果你確定OK的 像下一個就不是 下一個儲存格就是這個 這個裡面應該就不是空的 這裡面的話 就有一個日期 2024的3月30 那它就不是空的 是不是 禮拜六呢 是不是禮拜六 這個是微處 這個 這個結果的話 是不是微處 如果是的話 就 所以這個裡面是微處 它就跑這個格式 底下全部跑完好了 OK 禮拜六就OK了 那禮拜天怎麼做 有沒有 禮拜六OK了 其實禮拜天喔 很簡單 只要怎麼樣呢 在這個程式底下喔 特別注意喔 這一段是判斷禮拜六 那禮拜天怎麼做 一般習慣是在 這個禮拜六的判斷四 的下面一行 Enter一下 然後呢 把這個禮拜六的這個 程式這一段喔 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 但是記得一定還是要在 這個if的裡面 這個是禮拜天的 那禮拜天的判斷就是什麼 如果 他得到的weekday結果應該是1啦 那就是幫我做底下4 什麼是呢 4的顏色改成紅 紅色的話記得RGB就是什麼 R就是255 然後沒有綠色 沒有藍色 那底色如果要是 黃色的話 我前面有講過啦 紅配綠 黃色的話就是 紅色全部 加上綠色全部 沒有藍色 那就是255 255 0 那也說如果 假如那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喔 他是禮拜天的話 那就幫我做這個格式化 那我把它執行一下 OK 這邊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那禮拜六 禮拜天呢 那就全部都格式化OK了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那如果說假設 你有些細節不太清楚的話 甚至可以在這上方做註解 註解記得就單引號啦 所以你可以參考一下 我放在雲端上面的這個程式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12E的地方 其實我上方都會加一些註解 那這個註解的話就是 假如你擔心說之後 你看不懂 那個程式每一行每一行 什麼意思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 稍微參考一下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喔 把那個剛剛格式化的部分先完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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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